共千生斋万生斋有必要吗 弟子理解这样做是在培养福德资粮是否正确 像是国内大约每一次需要几十万人民币用 大约有五十万左右 就打个千生斋万人或万生斋 我觉得如果是这些钱用在这上面 我也干过 我在新加坡干过三次 但是我那个千生斋是九个宗教一起来 不是一个宗教 我那个目标是宗教大团结 99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次 就是温兴兴万应 我们总共勤疗3800人 是新加坡九个宗教 他们的老人院孤儿院 你说过年的时候 他们很难过很痛苦 我说我们过年欢乐 把他们通通请来一起过年 第二年的时候 两千年 有八千人 第三年的时候 差不多也有七八千人 我办了三次 以后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 到澳洲我们就举行小型的 每一个星期半一次 星期六 不管什么人 我们都欢迎他来吃饭 完全免费 这个宿斋供养 所以当地很多当地人 每个星期六都在我们来吃饭 那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 所以这个是什么 多元文化 我们希望宗教与宗教之间 要消除误会 不要对立 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 共同来贡献 社会的安定与世界和平 我叫那个温贤晚会 就叫做千尘寨 就叫做水路大法会